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九章,我们请大家听广东话读出来,请听广东话读出。 请听广东话读出。 请听广东话读出。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敏感的问题,就是门徒的金钱奉献。 门徒就是基督徒,一个基督徒到底要奉献多少钱给教会呢? 其实有些人有些误会的。 有些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人,他们以为教会是有政府的支持的。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。 这个是很大的误会。 政府是不会给教会一分钱的。 政府不会给教会一点钱的。 另外一些人还有一个误会。 另外还有些人有些误会。 他来到教会好几次之后, 他来到教会好几次之后, 他问我一个问题。 孙牧师,教会是不是背后有一个大老板支持的? 孙牧师,教会是不是背后有一个大老板支持的? 我想着,我说是啊。 我想着想着,是啊。 有天上的大老板支持的。 有天上的大老板。 其实教会一切的费用都是来自大家的奉献的。 其实教会一切的费用都来自大家的奉献。 有些人就很不理解。 有些人就很不理解了。 那怎么够啊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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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当然要拿工资啊。 那全都人有新水的。 那么教会还有水啊、电啊、房租啊等等。 教会还有水电和房租等等。 怎么会够呢? 怎么够啊? 那其实是够的。 其实是够的。 但是很多基督徒有个困惑。 但是很多基督徒有个困惑。 那是什么困惑呢? 什么困惑呢? 我相信各位很多人你们心中有个挣扎。 我想大家都心里面有个挣扎。 我相信你们在很多牧师传导的口中听到一句话。 我想你在很多牧师传道的口里面听到一句话。 一定要把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。 就是说一定要你将你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。 那这句话有圣经的根据。 这句话有圣经的根据。 那你听了你就感觉到很不安。 那你听了就很不安。 甚至有些人很内疚。 甚至有些人觉得很内疚。 哎呀,我不愿意奉献十分之一。 我不愿意奉献十分之一。 那怎么办呢? 有些人就是感觉到很勉强。 那有些人就很勉强了。 勉强奉献十分之一。 勉强奉献十分之一。 那这十分之一怎么计算呢? 那十分之一又怎么计算呢? 是税前还是税后呢? 是税前还是税后啊。 也成为大家的挣扎。 也都成为大家的挣扎。 今天我愿意大家很平安的来做你们的金钱的奉献。 我愿意跟大家讲一讲圣经的指引是什么。 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圣经的指引是什么。 那首先我要处理这个十分之一的问题。 首先就要处理十一的问题。 我们先看《尼西米记》十章三十七节。 首先看《尼西米记》十章三十七节。 那么十分之一是旧约圣经的吩咐。 十分之一是旧约圣经的吩咐。 旧约圣经为什么会规定十分之一呢? 那旧约为什么会规定十分之一呢? 有它的背景。 我们看看《尼西米记》十章。 看看《尼西米记》十章三十七节。 并将初熟的墨子所磨的面,和举制各样树上初熟的果子, 新酒与油,奉及祭司,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, 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,奉及利未仁。 因利未仁在我们一切成一的土产中,当取十分之一。 啊,这有个背景。 原来这有个背景。 原来犹太人分十二个支派。 原来犹太人分十二个支派。 十二族人。 就是十二族人。 那么其中一个支派就是利未仁。 其中一个支派就是利未仁。 利未仁是没有产业的。 利未仁是没有产业的。 所有利未仁都是在神的殿里面侍奉的。 所有利未仁都是在神的殿里面侍奉的。 就好像今天传道人跟在教会里面打工的人。 就好像今天在教会里面打工或者传道人。 你看十二个支派之中有一个支派是利未仁。 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是利未仁。 那么还有一些金钱是用来维持圣殿各样的使费的。 还有其余的金钱是来到维修的圣殿的费用的。 所以他们要奉献十分之一。 所以他们要奉献十分之一。 这里讲的不是很清楚吗? 这里不是讲得很清楚吗? 利未仁在我们一切的成衣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。 他说利未仁在我们一切成衣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。 那今天在教会里面, 今天在教会里面, 是不是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传道人啊? 是不是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传道人啊? 不是哦。 不是哦。 这个就是个背景。 这个就是个背景。 所以我们看《尼西米记》的十三章那里。 再看《尼西米记》第十三章那里。 你看这里讲到有一段时期。 这里讲到有一段时期。 那些人不再奉献十分之一了。 那那些人终于奉献十分之一了。 那些人终于奉献十分之一了。 那些人终于奉献十分之一了。 利未仁没有饭吃了。 利未仁就没有饭吃了。 他们怎么呢? 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。 那这里就提到各奔回他们的田地去了。 那么这个《尼西米》就指责犹太人。 他说为何离弃神呢? 离弃神的殿呢? 离弃神的殿呢? 把利未仁又召回来。 又将利未仁招聚回来。 就劝犹太人把他们的十分之一又奉献。 就劝犹太人将他们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。 所以旧约圣经要大家奉献十分之一因为要供养利未仁。 所以一般的牧师传道就根据马拉基书那里一定要奉献十分之一。 第八节说:"人岂可奪取神之物呢?你们竟奪取我的供物。你们却说,我们在何事上奪取你的供物呢? 就是你们在当立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。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奪取我的供物,就作就临到你们身上。 万君之爷和话说:"你们要将当立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,使我家有良。 以此事事我,是否为你们闯开天上的窗户,庆福于你们,甚至无处可辱。 很多牧师就根据马拉基书这一段,就吩咐所有的信徒要奉献十分之一。 所以很多牧师就根据马拉基书这里,就劝信徒奉献十分一。 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个背景。 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个背景。 因为他们要供养利未仁。 因为他们要供养利未仁。 那么这是旧约圣经的吩咐。 那这个就是旧约圣经的吩咐。 那么新约圣经又怎样吩咐我们呢? 但是新约怎样吩咐啊?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。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。 假如我们遵守旧约的十分之一。 假如我们遵守旧约的十分之一。 为什么旧约圣经很多东西我们都不遵守啊? 那为什么其他的我们又不遵守啊? 最明显的一个。 最明显的一个。 旧约圣经要我们守安息日。 旧约圣经要我们守安息日。 安息日就是礼拜六。 安息日就是星期六。 不是礼拜天。 不是星期日。 为什么我们要把聚会放在礼拜天呢? 为什么我们将聚会放在礼拜天呢? 为什么不遵守安息日呢? 为什么不遵守安息日呢? 旧约圣经禁止我们吃猪肉的。 旧约圣经也禁止我们吃猪肉的。 为什么今天我们还吃猪肉啊? 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吃猪肉啊? 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。 那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。 为什么我们偏要拣选那个十分之一的东西来去遵守呢? 为什么我们特意选十分之一来遵守呢? 你发现新约圣经不强调这个十分之一的。 所以新约是不强调十分之一的这件事情的。 整本新约圣经欢迎这个十分之一子提了一次。 整本新约只是提到十分之一只是有一次。 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。 耶稣讲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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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法利塞人。 他反而在那里指责那些法利错的人。 你们很严谨的奉献了十分之一。 那你们很严谨的奉献十分之一。 更重要的事情你们都忽略了。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你们都忽略了。 那么这里耶稣加了一句。 耶稣在这里加了一句。 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。 他说这更重的就是你们当行的。 就是公义怜悯信实。 就是公义怜悯信实。 然后他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 就是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 那个那是指什么呢? 那个那是指什么呢? 就是指那十分之一。 就是指那十分之一。 所以耶稣并没有反对十分之一。 所以耶稣并没有反对十分之一。 因为在耶稣的年代。 因为在耶稣的年代。 还是有利未人的。 还有利未人的。 还需要其他犹太人去供养他们的。 也都仍要其他犹太人去供养他们的。 但是你发现耶稣的重点不在这里。 但是你发现耶稣的重点不在这里。 耶稣的重点就是要行的。 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公义怜悯信实。 但是耶稣所着重的就是那些更重要的就是公义怜悯信实。 其实旧约跟新约有什么分别呢? 但是其实旧约和新约有什么分别呢? 旧约只重视地点日期。 旧约是重视地点日期。 新约重视心灵诚实。 新约是重视心灵诚实。 旧约重视规条。 旧约重视规条。 新约重视原则。 新约重视原则。 旧约重视行为。 旧约重视行为。 新约重视动机。 新约重视动机。 旧约说你不可以杀人。 旧约说你不可以杀人。 新约说你恨人也不对。 新约就是说你恨人也不行。 旧约重视自具。 旧约重视自具。 新约重视那个叫精义。 新约重视精义。 就是里面的意思。 旧约重视数量。 旧约重视数量。 新约重视质量。 新约重视质量。 所以那个穷寡妇奉献了两个小钱。 所以那个穷寡妇奉献了两个小钱。 数量不多。 但是质量就很高。 但是质量就很高了。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几个新约圣经的, 关于奉献的大原则。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下, 关于在新约里面讲奉献一些的大原则。 那第一个大原则呢? 第一个大原则呢? 就是要奉献头一部分。 就是说奉献头一部分。 我们就是看看旧约圣经了。 看看旧约圣经了。 已经提到这个了。 已经提到了。 提到头身的奉献。 出埃及记。 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二节。 以色列中凡头生的。 无论是人是生畜都是我的。 要分别为圣归我。 什么叫头生的呢? 什么是头生的? 就是把最好的献给神。 就是说将最好的给神。 不是把最后的献给神。 不是说将最后的献给神。 所以你献一个牛也是要头生的牛。 所以你奉献一头牛要给头生的牛。 所以刚才我劝大家每天读圣经。 所以刚才我劝大家每天看圣经。 什么时候看圣经啊? 要选择你最好的时间来去读圣经。 就要选择最好的时间来看圣经。 不是你最累的时候来看圣经。 不是你最累的时候来看圣经。 所以我们奉献金钱也是。 所以我们奉献金钱也是一样。 要把头一部分的奉献给神。 就要把头一部分奉献给神。 那什么叫头一部分呢? 什么叫头一部分呢? 新约圣经叫着定的奉献。 新约圣经的说着定的奉献。 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九章那里。 就是哥林多后书九章那里讲。 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, 常对马其顿人夸掌你们。 雪亚该亚人预备好了, 已经有一年了。 并且你们的热心, 激动了许多人。 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, 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。 免得我们在这事上夸掌你们的话落空了。 万一。 好,我们看到这里, 他说他们的奉献已经预备好了。 这里看到他说奉献是预备好了。 我们再看下去。 继续看下去。 人与我同去, 见你们没有预备, 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省了羞愧。 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。 因此我想, 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, 先到你们那里去。 把从前所应去的捐贷, 预备妥当, 就献出你们所捐的, 是出于乐意, 不是出于异强。 那么这里也强调叫预备妥当。 这里也有权强调预备妥当。 到底那是什么回事呢? 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呢? 保罗到处去建立教会的时候。 保罗到处建立教会的时候。 他到处劝教会捐钱给耶路撒冷。 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贫穷。 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很穷。 所以其他的教会要去支持他们。 所以其他教会要去支持他们。 还有第七节那里说。 各人要除本心所着定的。 不要作难,不要勉强。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, 是神所喜爱的。 本心所着定的。 就是你在没有奉献之前。 就是说你没有奉献之前。 你心里面已经计划好了。 你心里面已经计划好了。 这个叫预先着定。 就叫预先着定。 我们再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。 再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一至二节。 轮到为圣徒捐钱。 我从前怎样吩咐, 加拉泰的仲教会, 你们也当怎样行。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, 各人要照自己的进行抽出来留着。 这里也讲得很清楚。 这个也讲得很清楚。 你们要根据你们的收入, 这里要根据你们的收入, 把头一部分抽出来留着。 将头一部分抽出来留着。 到奉献的时候, 你就奉献那一部分了。 到奉献的时候, 你就将那部分奉献出来。 千万不要献抽。 千万不要献抽。 就是说,奉献带传到你那里了。 就是说奉献袋传到你那里了。 你那时候再打开钱包看看有多少钱, 奉献。 那是不对的。 那你需要打开个银包, 看看有多少钱奉献, 那这个是不好。 你应该老早就预备好了。 你应该老早就预备好了。 你应该按照你的收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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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家人的, 你跟你的太太丈夫商量一下。 如果有家人, 跟太太丈夫商量。 我们一年是这么多的收入。 一年有这么多的收入。 我们应该奉献多少钱呢? 那我应该奉献多少钱。 你把那些钱就预算好了。 或者你用网上的奉献。 或者来到这里你奉献。 或者来到这里你奉献。 你预备好了。 预备好了。 这个就是头一部分。 这个就是头一部分。 你临时的献献呢? 你临时的献献呢? 就是把剩下来的钱最后一部分才奉献。 就是把剩下来的钱最后一部分才奉献。 你不需要告诉我你预先预备多少钱。 你不用告诉我你预算了奉献多少。 反正你是头一部分就行了。 凡是你头一部分就行了。 我们看看这种奉献也是一种信心的奉献。 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又说。 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又说。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。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,能多行各样善事。 这里说当我们这样奉献的时候。 你要说当我们这样奉献的时候。 是表示我们这种信心。 是表示我们这种信心。 相信神能够把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。 相信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。 旧约的马拉基书那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 旧约马拉基书三章那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 那里说。 曼君之耶和话说。 你们要将当立的十分之一, 全然送入仓库,使我家有粮。 以此事是我,是否为你们闯开天上的窗户, 倾福于你们,甚至无处可用。 就是神会倾福于我们的。 就是说神会倾福于我们的。 这是同样的道理。 同样的道理。 到底我们奉献是不是凭着一种信心。 到底我们奉献是不是凭着一种信心呢? 把头一部分奉献给神。 将头一部分给神呢? 相信神会祝福我的。 相信神会祝福我们的。 而不是把剩下来的钱才拿一点给神。 不是说将剩下来的那些事给神。 这是头一个原则。 这是头一个原则。 就是头一部分。 就是头一部分。 第二个原则呢? 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? 就是甘心乐意。 就是甘心乐意。 又看到刚才那段经文。 又看看求孙那段经文。 哥林多后书。 第二节。 第二节。 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。 所谓乐意呢? 就是你捐的时候你捐得很快乐。 就是说你捐的时候捐得很开心。 我给的钱我还感觉到很爽快。 我不感觉到很为难。 这就是乐意。 这就是乐意。 这种乐意的心呢? 这种乐意的心呢? 神是喜爱的。 神是喜爱的。 所以第七节又说。 所以第七节又说。 各人要除本心所着定的。 不要作难,不要勉强。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 那么你想不想你捐的钱是神所喜爱的呢? 你想不想你捐的钱是神所喜爱的呢? 你想不想你捐的钱是神所喜爱的呢? 假如你勉强的时候,神就不喜爱了。 假如你是勉强的时候,神就不喜爱了。 我举个例子。 我举个例子。 假如你来到这里。 假如你来到这里。 你本来想奉献五块钱的。 本来你想奉献五块钱的。 后来你打开钱包一看,没有五块钱。 那么你打开你的银包看,没有五块钱。 只有五十块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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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怎么办呢? 那怎么办呢? 你不奉献又好像不好意思。 不奉献又不好意思。 那你就把五十块钱放进去了。 就把那五十块钱奉献了。 我想问,神到底收了五块钱还是收了五十块钱呢? 那我想问神,究竟收五块还是收五十块钱呢? 我相信你们知道的答案。 我相信你们知道的答案。 那其余的四十五块等于浪费了。 那其余的四十五块就等于浪费了。 因为神不喜爱,那其余的四十五块钱。 因为神不喜爱,那其余的四十五块钱。 因为你不乐意的。 因为你不是乐意的。 我们要捐得神乐意,神喜爱的。 我们要捐得神乐意,神喜爱的。 当神喜爱的时候,他就会怎么样呢? 当神喜爱的时候,神就会叫我们多行善事。 就是第八节那里讲的。 就是第八节那里讲的。 就是第八节那里说,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家给你们,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,能多行各样善事。 就是假如我们捐钱是捐得甘心乐意的。 假如我们捐钱是捐得甘心乐意的话。 我们就有一种能力,能够多行善事。 那我们就有一个能力,就是多行善事。 假如一个在金钱奉献上很勉强的人。 所以假如一个人在金钱上奉献得很勉强的人。 这种人很难做好事的。 那这种人很难做好事的。 他很难做善事。 他很难做善事的。 圣经的善事也就是好事。 圣经的善事也是好事。 就是有好的效果的事情。 就是有好的效果的事情。 你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都很难有好的效果的。 你做很多其他的事都很难有好的效果。 你想不想多做善事啊? 你想不想多做善事啊? 你想的话。 你在金钱奉献上应该甘心乐意。 所以你在金钱上奉献应该甘心乐意。 这是第二个大原则了。 这是第二个大原则。 第一个原则奉献头一部分。 第二个原则,甘心乐意。 我们看第三个原则了。 那就是宁多物少。 就是宁多物少。 同一段圣经。 同一段圣经。 第六节。 第六节。 小众的小羞。 多众的多羞。 他把平安给你。 他把保护赐给你。 他把保护给你。 他把好的关系赐给你。 他把好的关系赐给你。 他把好的关系给你。 他让你的事情顺利。 你想不想收到这些东西啊? 我就很想收到这些东西啊? 我就很想收到这些东西。 那我就很想收到这些东西了。 我们两个自己的奉献。 我的收入是政府的养老金。 我的收入是政府的养老金。 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够了。 那我就按照政府给我的养老金。 我就按照政府给我的养老金。 我们两个就商量。 我们每个月奉献多少给教会啊? 我每个月奉献多少给教会啊? 那我们就奉献多少。 我们就奉献多少了。 我们一个月奉献一次的。 一个月奉献一次的。 但是我往往会问自己。 但是我往往会问自己。 我可不可以奉献多一点啊? 那我可不可以奉献多一点啊? 因为圣经说多众多收嘛。 因为圣经说多众多收嘛。 我想一想,我说可以啊。 所以我就再奉献多一点。 所以我就会再奉献多一点。 因为我想多收。 因为我想多收。 在摩尔本的教会。 在墨尔本的教会。 有人误会我。 有人误会我。 因为他有的时候听见我放进去的金钱。 他听见声音。 他听见声音。 都是零碎的钱。 他认为孙牧师一定奉献的很少。 他在想孙牧师一定奉献很少的了。 后来他才知道。 原来我们头一部分老早已经每个月奉献了。 原来我们头一部分老早已经奉献了。 他才知道那是误会。 他才知道那是误会。 反正这是一个大原则。 这是大原则。 其实你今天你的钱包你用多少钱可能你都不知道。 其实今天你的银包里面有多少钱你知不知道? 你可能要问问。 可能你要问一问。 有问有能力多奉献一点呢? 有没有能力可以奉献多一点呢? 零多物少。 零多物少。 这是第三个大原则。 这是第三个大原则。 那当我们这样奉献的时候。 当我们这样奉献的时候。 神就给我们各样的恩惠。 神就给我们各样的恩惠。 第八节说。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。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。 能多行各样善事。 神为什么要把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呢? 神为什么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呢? 因为他发现你那么慷慨。 因为他发现你那么慷慨。 你对我是零多物少的。 你对我是零多物少的。 神对你也是零多物少的。 神对你也是零多物少的。 把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。 所以我劝大家。 所以我劝大家。 不要把这个钱看得太大。 不要把这个钱看得太大。 在麦尼本有一位老弟兄。 在麦尼本有一位老弟兄。 他有一次做了一个梦,他告诉我。 他有一天他发了一个梦,告诉我。 他不知道那个梦是什么意思。 他不知道那个梦是什么意思。 他梦见有贼进到他的家。 他发现有贼进到他的家。 拿枪指着他。 把枪指着他。 把枪指着他。 把钱给我。 把钱给我。 他把钱包拿出来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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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张一张澳洲钱拿给他。 一张一张澳币给他。 他说这个钱很大。 他说这个钱很大。 他说这个钱很大的。 不是好像澳洲钱那么小的。 还是澳币,但是钱很大的。 他说是澳币来的。 不过很大张。 这个贼拿了钱就走了。 这个贼拿了钱就拿走了。 他问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。 他问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。 他太太在旁边。 他说我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。 他说我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。 你一看钱就把钱看得很大。 你看钱就把钱看得这么大了。 其实这个梦的解释是对的。 其实这个梦的解释是对的。 你在梦中看见一个东西一个人是大还是小都有意思。 你在梦里面看一个人一样东西大或者小都有意思。 他平常就是把钱看得太大了。 这位弟兄平时把钱看得很重。 所以常常没有安全感。 时时没有安全感。 他把他的安全感建筑在金钱上。 他把他的安全感建筑在金钱上。 所以做梦也梦见有贼来抢他的钱。 发梦都发到有贼来抢他的钱。 各位弟兄姊妹。 各位弟兄姊妹。 你是不是把钱看得很大。 你们是不是把钱看得很大。 当你这样子的时候。 肯定会影响你的奉献。 肯定会影响你的奉献。 神就不会多多给你恩典。 神就不会多多给你恩典。 他也会给你一点点就算。 他就给你一点点就算了。 当我们这样慷慨的时候。 其实我们无形中是积财在天。 其实我们无形中是积财在天。 第九节那里说。 如经上所记,他施舍钱财, 周济贫穷,他的仁义传道永远。 积财在天是耶稣用的一个词。 积财在天是耶稣用的一个词。 我们会问,怎么样积财在天呢? 我们会问,怎么样积财在天呢? 难道我可以在天上开一个户口吗? 那我可以在天上开个户口吗? 可以的。 可以的。 当一个人施舍钱财,周济贫穷的时候。 当一个人施舍钱财,周济贫穷的时候。 他的仁义就存到永永远远了。 他的人义就存到永永远远了。 在天上会有个记录。 天上有记录。 这个人奉下了那么多钱。 个人奉献那么多钱。 他还用很多钱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。 他还将很多钱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。 在天上会给你很多奖赏。 在天上会给你很多奖赏。 其实我们除了奉献之外, 还要用我们的精神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。 还要将我们的金钱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。 我自己很感谢主。 我自己很感谢主。 我们两个很多年前去美国读神学。 我们很多年前去美国读神学。 后来又去德国读神学。 后来又去德国读神学。 我们的钱从哪里来呢? 我们的钱从哪里来呢? 都是一些弟兄姊妹奉献给我们。 都是一些弟兄姊妹奉献给我们的。 我们没有开口问他们要的。 我们从来没有开口问他们要的。 这些弟兄姊妹都是除了教会的奉献以外, 顾外的支持我们。 我们特别感谢在美国的一对夫妇。 我们特别感谢在美国的一对夫妇。 当我要到那边去读神学的时候。 当我要去那边读神学的时候。 我很天真。 我很天真。 我带了一万块钱港币。 我只是带了一万元港币。 我就以为够了,三年够了。 我就以为三年够了。 其实一年也不够了。 其实一年也不够了。 但是那边有一对夫妇。 但是那里有一对夫妇。 他写信来给我。 他写信给我。 因为他们就住在那个城市。 因为他们就住在一个城市。 你们就住在我们家了。 他说你就住在我们家了。 我们去到的时候。 我们去到的时候。 原来发现住在他们家是完全免费的。 因为原来住在他们家是完全不用钱的。 连吃的都是免费的。 连吃都是免费的。 他们去买菜。 他们去买菜。 把东西都放在冰箱里面。 将那些菜放在冰箱里面。 我们随便可以拿出来吃的。 我们随便可以拿出来吃的。 三年白吃白住。 三年白吃白住。 而且在他的家里面。 而且在他家里面。 除了我们两夫妇以外。 除了我们两夫妻之外。 还有其他的美国的读神学的学生。 还有其他美国的读神学的学生。 也是一对对的夫妇。 也是一对对的夫妇。 也住在他们家的。 也是住在他们家的。 也是白吃白住的。 也是白吃白住的。 也是白吃的结论。 假如我讲了那么多。 假如我讲那么多。 你还是不知道应该奉献多少。 你还是不知道要奉献多少。 那你就奉献十分之一了。 那你就奉献十分之一了。 但是我希望你能按照我刚才讲的三个原则去做。 但是我希望你按照我刚才所讲的三个原则去做。 我不反对十分之一的。 我不反对十分之一的。 但是我认为圣经有更高的标准。 但是我认为圣经有更高的标准。 就算你奉献了一部分给神。 就算你奉献了一部分给神。 我要提醒你。 我要提醒你。 你要小心另外的一部分。 你要小心另外的一部分。 并不等于你把一部分的钱奉献了给神。 不是说你将一部分奉献了给神。 其他那一部分你就可以。 随便你怎样花就怎样花。 就是说其他那些你想怎样花就怎样花。 我更关心的是你留下来的钱你怎样花。 我更关心你留下的那些你怎样用。 刚才马太福音那里不是耶稣指着那些法利塞人吗? 刚才在马太福音那里耶稣不是指责那些法利塞人吗? 他说你们奉献了十分之一。 他说你们奉献了十分之一。 那更重要的事情你们都不做了。 更重要的事情你们都不做了。 我希望大家能够做那些更重要的事情。 我希望大家能够做更重要的事情。 还有一样我要提醒大家的。 还有一样要提醒大家的。 就是财宝与心的关系。 就是财宝与心的关系。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。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那里说。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,你的心也在哪里。 我不希望你的心在你的财宝哪里。 我不想你的心在财宝那里。 我希望我们的心都在神那里。 我希望你的心在神那里。 所以我对大家有个呼吁。 所以我对大家有个呼吁。 请你回家之后。 好好的祷告。 好好的想一想。 好好的想一想。 假如你结了婚, 与你的妻子丈夫商量一下。 假如你是结婚的, 与你的妻子丈夫商量一下。 来去计划你们的奉献。 计划你们的奉献。 希望你们以后呢。 希望你们以后呢。 有计划的。 希望你们以后是有计划的。 乐意的。 乐意的。 慷慨的。 慷慨的。 那样子的奉献。 这样的奉献。 我也劝一些把钱看得很大的弟兄姊妹。 我劝你们。 你放下这个重担吧。 你把钱看得太大, 你自己会有很大的压力。 你把钱看得这么大, 你自己有压力。 你会过得很不开心的。 你过得不开心的。 你还不如放下这个压力。 不如放下这个压力。 做一个慷慨的人。 我们低头祷告。 我们低头祷告。 亲爱的主耶稣。 亲爱的主耶稣。 你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。 我们的心也在哪里。 你说过。 我们的财宝在哪里。 我们的心在哪里。 求你帮助我们。 将我们的财宝放在你那里。 将我们的财宝放在你那里。 主啊。 你所要求的是甘心乐意的奉献。 你所要求是甘心乐意的奉献。 是头一部分的奉献。 是头一部分的奉献。 是零多物少的奉献。 今天我们这些原则我们都知道了。 今天这些原则我们都知道了。 求你给我们有一种坦诚的心。 求你给我们一种坦诚的心。 按照你的原则去奉献。 按照你的原则去奉献。 我们相信。 当我们这样奉献的时候。 当我们这样奉献的时候。 教会一定不会缺少任何钱的。 我们一定不会缺乏任何钱的。 你的事工会更加的发展。 你的事工更加能够发展。 你也会把更多的福气给我们每一个人。 你也都将更多的福气给我们每一个人。 我们感谢你。 因为你的话是实在的。 因为你的话是实在的。 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。 阿们。 Amen。